在历史的长河中,青楼女子是一类备受关注的形象,她们常常在文艺作品中成为焦点,不论是古代的诗词歌赋,还是现代的影视作品,都充满了烟花女子的形象,她们被描绘得容貌倾城,以门脉笑,演绎出断断以拟风光和风月故事,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能够进入青楼的女孩应该都是比较漂亮,比较有风情的, 实际上,在清朝,确实也有很多出名的青楼女子,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青楼女子都是如此美艳呢,别被电视剧里面的一些画面给误导了。 真实的青楼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些清朝的老照片也告诉了我们答案,看到她们的照片之后,你也许会不敢相信,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青楼女子是这个模样的, 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也许就能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青楼女子的前世今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青楼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底层人士是没有资格去寻欢作乐的,上层特权阶级,也不屑于去这种声色场所寻欢作乐,那么青楼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事还得从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说起。 管仲是曾经过过苦日子的人,对一些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也有很多了解,有时候她走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女子没有庇护,也没有体力去进行生产劳动,所以生活穷困潦倒,难以自保。 这些女子也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她们的生存情况也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那么怎么样才能给这些女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管仲开始思考起了这些问题,左思右想之后,管仲有了一个想法,何不如在国内为这些女子开辟一个专门生活工作的场所? 所以一开始,青楼的存在是很单纯的,这些女子无处可去,无人可依,所以她们可以聚集在青楼当中,最起码能得到一些相对安稳的生活,但是国家的财政也是有限的,如果一直无条件地供养这些女子,财政肯定会一步步被掏空,所以这些女子必须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计。 管仲发现这些可怜的女孩身上并非是一无是处,有的人擅长女工,有的人会抚琴,有的人会吟诗作对,有的人画画栩栩栩如生,总的来说,女孩们各自有各自的才艺,也各自有各自的特长。 那么这些才艺和特长,也许就可以成为她们谋生的手段,这就是最开始的青楼的诞生,被称为青楼的青楼女子,都是只卖一不卖身,她们的身上有过人之处,她们也凭借这些过人之处为自己积累生活成本。 只是这样一来,那些身无所长的女子就没有维持基本生活的方法,她们有的只是一副容貌,一具身体,再加上后来官府疏于管理,所以渐渐的,青楼也就变成了烟花场所,而青楼女子留给世人的印象,也就变得不再那么好了。 事实上,仅有的几部以繁华烟花之地女子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往往仅将她们作为充满光环的背景,而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一群体的固有印象,认为她们都是貌美如花,却道德沦丧,以出售美色换取金钱,尽情陶醉在歌舞生平的生活中。 然而,晚清时期的一组珍贵照片,却让我们看到了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青楼女子,不管是官方的妓女还是私人的妓女,青楼女子的背景大多源于贫困家庭,罪犯家属等,这些情况都无法确保她们的美貌达到了令人惊艳的地步。 因此,在青楼女子中,尽管也有一些美艳动人的家人,但大部分仅是容貌普通的女子,此外,在清代,女子需遵循旗袍穿着的规矩,青楼女子也不例外,这样宽大的服装把她们的身材都遮住了,很难分辨谁的身材出众,谁的身材一般。 其次,青楼女子并非完全以貌取人,在古代,昌和艺术家并无明确界限,因此,音乐和戏曲艺术也是青楼女子吸引客人的重要方式,在晚清至近代,青楼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的青楼被称为青银小班,这里的客人多为文人雅士和君正显贵。 而这些地方的习惯是不过业,在这种环境下,青楼女子要依靠高超的舞艺、社交技巧以及精湛的音乐和歌唱才能留住客人,许多君正要人会把青银小班当作一个讨论机密事物和建立联系的场所,这些显贵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注重面子,常常慷慨解囊,青楼女子依靠她们听取赏赐的金钱,就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 然而,影视剧对青楼女子的描述往往过于轻挑,实际上,她们并非完全不知廉耻,表现出各种不堪的行为,考虑到古代青楼女子的成长背景。 为了培养具有优雅气质和高贵品位的名记,青楼中的一些老宝会从小就挑选有前置的女子加以培养,这些被视为未来名记的女子,生活条件与大户人家的闺秀无益,同样有丫鬟伺候。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子,即使需要卖弄风情,也不太可能完全放下身段,表现出轻浮的姿态。 此外,自唐宋时期起,文人默克成为青楼的主要客户,这些才子在有赏青楼时,往往不仅是追求短暂的欢愉,更希望寻找知己伴侣。 为了迎合这些客人,唐宋以来的青楼女子多有文学才能。 清代的青楼女子也研习了这一传统,这些受到文学熏陶的女子自然不太可能完全不顾传统礼仪,而且,自宋明以来,封建礼教逐渐严格,即使是青楼女子,也不能完全抛弃礼教的余数。 然而,在面对国家利益时,很多青楼女子展现出的气节和价值观远超一些所谓的显贵和正洁人士,例如,小凤仙这位英勇的青楼女子,勇敢地冒险协助爱国将领蔡厄逃离北京,这种见识和勇气与许多自视为社会精英的上层人物相比,实在是高出不少。 那么,为何影视剧中的青楼女子形象与历史上的青楼女子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首先,部分电视剧在历史考证方面的不足,虽然现代古装电视剧制作水平越来越高,历史背景和细节的考证也变得愈发严谨,但必须承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古装电视剧在历史考证上的工作并不足够, 一些在情节上表现优秀的影视作品也在历史背景方面存在错漏,这导致了我们对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误解,青楼女子就是其中之一,其次,这是受民间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青楼女子往往被认为是轻浮的,随意让客人亲密的形象。 古代去一次青楼,要花多少钱,在唐代,由于社会的繁荣和富裕,妓女们的收入非常高,因此她们所在的妓院也相应的格调更高,门票也更加昂贵,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一次进青楼,需要花费一百贯左右的银钱,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约是三千元左右,到了明清时代,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萧条,积业走向了没落,积院也变得越来越贫瘠,在当时,一次去青楼的花费大约在一杠二两银子,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大多数人都无法负担。 对于花费,老板娘可谓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去投入,年幼时期就教她琴棋书画等等,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变成如同大家闺秀一般,饱读诗书,而这种也是达官贵人最喜欢的,不是大户还真消费不起,而等到他成功那一天,也就是老宝最赚钱的时候,这时候老宝会将这些花费拍卖,如果你想要脱离苦海,就要给自己赎身。 历史上有一位花魁被他深爱的男子成功赎了出来,大概花费了四千多两银子,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六十万,如果换到现在,都能在县城买一套房了,所以这种消费也是最贵的,对于老宝来说也是最赚钱的,据宋史实货制和宋史直观制记载,宋代一旦米的价值约在六百钱,而一旦大约相当于现金的六十六公斤, 经过换算,可以得出宋代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人民币一千元,以此推算,他们逛一次青楼,花费五十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五万元,由此可见,青楼女子的收入相当可观,不需要为了生计而出卖自己。 刚才的问候是,苏欧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和佛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摆以北川芳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与 руб装坛写一旦在负给负金写一旦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被负金写一旦那里方写一旦是写的尽 kanske的edes犯坛写一旦。苏欧坛写一旦斗沙坛写一旦去泽音写的�